这月9号民间团体将发起废核大游行 而在此之前长期跟核电厂当邻居的北韩居民 今天率先在金山发起了303返核游行 提前为309的游行进行热身 而游行民众今天也到了核一厂跟核二厂抗议 要求运转超过30年的两座核电厂停止运转 全部武装穿着辐射防护衣 拿着标语走在金山老街高喊口号 下午有将近300人在金山参加返核大游行 家住淡水的蔡先生也推着娃娃车 带着两岁的孙子来参加 下一代还是要生存啊 台湾还是要生存啊 台湾还是要活下去啊 怎么可以用核人这种东西呢 再污染到我们的台湾的土地呢 家住金山的何小姐也带着高龄的父母来参加游行 不要台湾变成下一个辅导 不要有下一个辅导 一旁的民众和观光客虽然没有加入游行 也在一旁默默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 本来就不要啊 游行民众在金山街头表达诉求后 也前往核一厂及核二厂前抗议 要求核一核二核三立即停机 核四停建 游行民众也要求核一厂及核二厂 现在只有运转三十年应该还没有到齐 这场北海岸返核行动 由当地居民发起 也为三零九废核大游行暖身 北海岸居民长期跟核电厂当邻居 为了下一代子孙 他们要求台湾民众一起返核 一起守护家园 记者选择陈昌伟新北市报道